稚气未托的少年士兵 正徒手小心翼翼的 拨开沙土 拆除地雷隐性 没想到一闪神 瞬间被炸断双臂 血肉模糊 少年疼痛的大喊 我要回家 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妈妈 这不是战争 也不是希特勒暴行 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德国少年战俘面临的报复 在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 为了防范盟军登陆欧洲 德军名将龙梅尔元帅 在北起挪威 丹麦 南至法国 西班牙边境的大西洋沿岸 建立大规模的海岸防卫体系 号称大西洋长城 在大西洋海岸部署的地雷 总数高达400万至500万枚 而在丹麦海岸埋涉的地雷 约有150万枚 由2600多名德军战俘 组成的丹麦除雷队 在战争结束后四个半月内 将丹麦境内的地雷全数清除 但这些德军战俘 也付出了一半伤亡 有些人甚至留下了严重残疾 这些战俘当中不乏有 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 因兵员缺乏被征召入伍的青少年 这次看电影《奖历史》 我们要借由这部电影 讲述当年德军少年战俘 被迫肉身排雷的故事 电影一开始描述德国战败之后 一群德军少年战俘 他们坐在军车里 个个愁容满面 内心忐忑不安 战争虽然已经结束 但却不能回家 不知道要面对怎样的命运安排 到了军营之后 战俘开始集合 对未来一脸迷茫的少年们 排着整齐的队伍 仔细听着丹麦军官的训话 面对曾经的侵略者 丹麦军官立刻就来个下马威 严肃地说道 你们不是我们朋友 没有人会喜欢德国人 你们必须清除德国埋在丹麦的地雷 训话完毕之后 丹麦军官开始训练这群少年兵 学习如何拆除地雷 他要求非常严厉 一旦动作不对 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痛打 学习完如何拆雷之后 接下来就是真枪实弹上场 少年士兵一个个被叫去拆除地雷 面对真实的地雷 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 不但有生命危险 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在11个人全部拆完之后 大家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剩下最后一个少年士兵上场 他的神情相当紧张 似乎没有任何把握 当他走进地雷市拆除地雷 没想到突然发生了爆炸 众人吓得赶紧往后退 丹麦军官也吓得跌倒在地 一位少年兵就在眼前拆弹阵亡了 其他少年兵神情凝重 内心惊恐万分 不知道下一个是否会是自己 但作为战败国的俘虏 他们无法拒绝这项危险任务 只能乖乖排队站好 等待着下一个命 带着痛失战友的沉重心情 少年小分队被指派来到海滩 这次指挥他们的是 丹麦士官长卡尔 这位士官长可不好惹 在德军投降之后 他看到德军俘虏 拿住丹麦国旗 感受到国家被侮辱 将德国俘虏狠狠暴打一顿 面对这位魔鬼士官长 少年们未来命运又会怎样呢 士官长召集部队集合 开始逐一点名并严厉训话 士官长承诺他们说 只要每天每小时拆除六个地雷 三个月之后就能回家 思乡琴切的少年兵们 开始了排雷的行动 在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下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布满地雷的沙滩上 用着简单的工具 小心翼翼地拨开沙土 徒手一个个拆除地雷 一旦有个闪失 就会被炸得粉身碎 为两能早日回家 在危险的任务 他们也只能接受 终于结束了一天的作业 他们在营房休息时 谈论回家后的梦想 有人期望回家吃妈妈煮的菜 双胞胎兄弟想成为建筑工人 重建战后残破的德国 此时有位年长士兵 却向大家美好愿望泼冷水 他说丹麦军方 只是利用他们拆地雷 他对回家不抱有任何希望 这时小队长出面 制止破冷水的谈话 他内心明白 即使回家只是个泡影 他们仍然要选择相信 毕竟这是他们 坚持下去的动力 经过连日高强度 拆弹作业下 少年们渐渐体力透支 但他们却碰到食物短缺 没有东西能吃的困境 憎恨德国人的是官长 并不想帮他们解决这个难题 只是要他们忍耐 毕竟在战后粮食短缺 丹麦人更不可能把食物 让给可恶的德国人 饥饿难耐的少年兵 他们只好去偷吃 附近农家 沾有老鼠屎的动物饲料 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将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隔日一个少年兵 在拆弹时 因为吃坏肚子 手指不断颤抖 他小心翼翼拆除隐性时 突然一阵呕吐 这时不慎触动地雷爆炸了 他的两只手臂被炸断了 血肉模糊的少年 痛苦大叫住妈妈 不断说着我想要回家 这时同伴连忙赶来 把他带到安全地方 附近农舍女主人 因为痛恨德国侵略 闻生只看了一眼 就关上了大门 少年不断狂喊是馆长 请求他能够帮忙 本来无动于衷 敌是馆长 终于过来帮忙 他向受伤少年打了麻醉剂 叫了军车 把伤者再去了医院 这些稚气未脱的少年兵 除了要忍受挨饿 冒着拆弹的生命危险 接下来还要承受被人灵虐 有一天晚上 一群丹麦部队过来营区视察 他们集合少年小队 骂他们是小纳粹 当着众人面前 对着其中一名士兵撒尿羞辱他 最后还想要性侵他 甚至威胁过来解救同伴的小队长 一起开枪打死 这时事官长再也看不下去了 过来解围劝说 留下这些少年士兵吧 他们还要去拆除地雷 虽然少年逃过了 丹麦军队的开枪报复 但拆雷危险的恶语 仍然继续降临 一天 双胞胎哥哥 拆除地雷时 不知道此次地雷 是一种上下电线相连的双地雷 他只拆了上头 没看到下头还有 结果拉动了电线 引爆地雷 这次双地雷爆炸相当剧烈 十手四散 如同灰飞烟灭 弟弟急忙过来找寻哥哥 怎么都找不到 他内心充满焦虑 大声喊着哥哥名字 一心渴望回家见妈妈的少年 这样微小的心愿 却在一次次的爆炸中烟消云散 此时事官长也于心不忍了 晚上睡觉时过来安慰弟弟 希望他不要难过了 事官长虽然对少年兵处境 燃起了同情 但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让他又开始憎恨这群德军少年 有次事官长心爱的小狗 在海滩上奔跑 却意外被地雷炸死了 事官长非常伤心难过 大声指责少年兵拆弹不力 事官长把怒气一股脑 发泄到少年兵身上 让他学狗叫来回奔跑 命令他们手拉手成列队 用肉身去测试 雷区是否安全 如此高危险的行动 并不是电影才有的剧情 从这张历史照片显示 当时真的有德军战俘 用肉身验收排雷 是否成功 少年兵拆雷的日子 还在继续 有次隔壁农舍妇人的小女儿 不小心跑进了地雷区 妈妈与事官长都很担心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双胞胎弟弟 独自奋勇跑进地雷区 解救了小女孩 正当大家劝他走出雷区 弟弟却说要去找 被炸死的的哥哥 他一步步往雷区方向走去 最后踩到地雷 引爆身亡 这位丹麦母亲 仇视的少年兵 却解救了他的女儿 少年们跟许多丹麦人民一样 有血有肉有同情心 但因为这场战争 却变成了纳粹的替罪羔羊 命运任人宰割 拆除地雷任务 终于接近了尾声 小分队成员 将拆下的地雷 陆续地搬运到车上 没想到其中一位少年新兵 他的一时疏忽 没有轻轻放好地雷 结果引发了整车大爆炸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原来有14个人的小分队 现在就只剩下4个人活着了 终于海滩上地雷拆完了 是官长把他们送上车 车上4人的神情却很凝重 他们内心不停地忧虑 是否真的能回家呢 但最后他们发现 丹麦军方并不是要送他们回家 而是运往下一个雷区 回家说法 只是一个圈套罢了 于是他们再度踏上死亡之路 冒着生命危险 去拆除地雷 对于丹麦军方高层 违背承诺 使官长很是愤怒 使官长虽然痛恨他们 但最后也同情他们 毕竟他们只是孩子 发动战争不是他们的错 他跟上级长官据理力争 希望放少年们回家 长官说只是遵照上级命令 拒绝了他的请求 并威胁说 如果再继续求情 就把这些德国人杀掉 难道死亡就是这些孩子的宿命吗 一天4人再度被召集拆累 突然部队收到通知 4个人被叫上车离开 少年们似乎感到一股希望 到了墓地地下车后 使官长正等住他们 使官长只驻远处方向说 距离德国边境只有500米 跑过去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少年们赶紧往前奔跑 小队长还回头望着使官长 似乎想要感谢他的帮忙 此时魔鬼使官长 已经化成正义的天使 露出了祝福的微笑 电影到此结束 本片带给我们的感触 就是盲目的仇恨与报复 只会增加更多的冲突 唯有宽恕与谅解 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